所以這個小時就有我 還有 我是Janet 還在弄這個口罩 美不美?有沒有美? 就好像那些女生出場前 化妝卸補 畫眉毛 我還沒塞到耳機 很小嗎?你的耳孔 怎麼塞不到? 還有為什麼你的口罩 遮得差不多眼睛那麼高? 拉好 不過我開始發覺 Coco她的臉真的小 她戴什麼口罩 我都覺得好像看不到她的樣子 我要戴小童的口罩 戴得很高 其實都是一樣的口罩 可能我知道自己醜樣子 故意戴大一點 就遮掩 免得大家不開心 你說醜了沒有人漂亮 不要這麼說 不要這麼謹慕 所以今天由兩位美女帶領處 不如說一些男男女女的事情 其實我提議 我看到這個話題 雖然矛頭直指男人 第一時間我看看 裡面有對有不對 我不知道那個作者是女生還是男生 因為女生社 有時候我覺得 可能她的女生角度看 就有一點點以偏概存 未必每個男人都是這樣 或者你可以由你自己看完這篇文 你自己的感受 有什麼感受 就可以推測到是男還是女社 如果你看完這篇文 你覺得說的全部都是廢話 男人不是這樣的 我有一點點覺得是女生社 我有一點點覺得是女生社 因為有些東西我不覺得是 當然了 又不是每個男人都喜歡玩某些東西 例如呢 我忘了那個排名 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男人 首先這樣說 一個題目 我還沒說 題目就是男人經常說的謊言 因為其中提到有一件事 我沒有玩 但我有一次去看樓 我看到那個戶主真的有玩 而且整個牆都是 就是那些小車的模型 你知道哪些嗎 我知道 玩模型 玩模型 或者玩這類的小車 我們玻璃房也有 是誰的 玻璃房也有 是老闆的 玻璃房裡面那些 我其實覺得 她的方言就是 她不告訴老婆 她不知道價錢 還是不告訴她 我買了這麼多 我就覺得 其實這些東西 沒什麼所謂 如果我有這個外號 可能我沒有 如果我有這個外號 我覺得 有什麼所謂 是不是 但是你可能 你真的沒有真實經歷過 我真的沒有經歷過 你就不太明白 我就真實經歷過類似的東西 或者你有朋友 不要說你 你有朋友 喜歡玩這些 也不要緊 就是我男朋友 他很喜歡玩那些figure 譬如星球大戰 喜歡買那些模型 他整天都跟我說 他家裡有一個玻璃櫃 擺滿那些星矢的模型 你去過看嗎 我去過看 他就直接說 那些模型 我那個模型櫃裡面的模型 如果我沒有錢 我買出去 價值十萬元的可以買到 一件嗎 整個季 那些是稻金 還是怎樣 作為一個女性 可能Michael 你不是玩模型 你都會覺得 就是換過一件 有什麼貴 其實你都不理解 我都明白 其實是我們的不理解 可能在他心目中的價值 真的那麼貴 他都曾經試過跟我說 想買一件星球大戰的劍 他就說是一比一的製造出來 全世界只有一個 就是專門為他而製造 全世界只有一把 全世界只有一把 全世界一把 你不是很貴 是日本的製造商 故意每個人 找他製造 就製造了 一比一 屬於他的一把劍 他就跟我說 很想買 怎樣怎樣 我想買就買 多少錢 然後他就說 都有點貴 眼神開始飄忽 都有點貴 然後就說多麼好 五位數字 不知道是萬多元 然後我聽完 我立即跌下來 萬多元 一把劍 然後他就不斷說 不知道怎樣 就要值這個價 全世界屬於他 是多麼好 我也不是完全不讓他買 但我也跟他分析 其實如果萬多元來說 對於我們是一個負 就是叫做 剛剛出來工作 是一個負擔 現在總是 慢慢去引導他 令到他完全不讓你買 你也要考慮怎樣怎樣 到現在你買不買 那他買不買 還是想想 如果我是他 我就會說 你明白 這件事我只是暫時擁有 正如剛才你也說 如果將來我們真的 觸碰一下 不行的時候 我賣出來他還升值 到時三萬元 我們還賺錢 如果他很想賣 他應該用這些 技術去跟你說 你明白嗎 我明白 其實等於阿嬸大師 買股票 買基金 買什麼 我不是要擁有這個股票 我現在外來保值 會增值 會增值 他應該這樣說 那你就可能會讓他買 但可能他自己會考慮現實 他不是這麼過分地沉迷 也會考慮現實情況 這麼大把劍 放在家裡 還有這樣的時勢 你就會覺得 放在家裡又不夠地方 又真的太貴 這個時勢 如果你真的拿著這樣的劍 你剛好被警察截查 你又真的… 不會這麼巧吧 真的跟他星球大戰 不知道 到最後他都說 算了 我們還是先看好 以後可以擁有這樣的劍 都是屬於自己的願望 阿正呢 如果讓你男朋友買 而且你沒有男朋友 Jack不是 Francis又不是 我還想問你男朋友 外面還有很多在追 你會不會讓男朋友買 如果你有男朋友 看看他… 我之前有的男朋友 他喜歡相機 他會存放鏡頭 相機也很貴 但我覺得那些是實用的 我又覺得OK的 又負擔得到的話就OK 不是的 相機是叫做什麼 買了那些單反相 有的說話是 如果買單反 單鏡反光 是窮三代的 有這樣的說話 如果你玩得很專業的話 是很貴的 一個鏡頭 可能下一季又出另一個鏡頭 你就會… 那就是以前的男朋友 很搭水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你也說負擔得起 就買 那是的 但我又覺得 就算負擔得起 也不是無盡的買 好像最近 Madonna如果你有留意 她都出來說 她說不要再過分地去消費地球 譬如你說現在的人 買一樣 不夠要買兩樣 買小的 不夠要買大的 你明白嗎 即是無盡無盡的那些 那些願望 你會把地球變得很差 很不衛生 很不健康 不斷開發那些資源 就是這樣 任何東西都要適可而止 如果不是很喜歡 就不斷地買 不理會 可能會影響到其他人 譬如家人 你買那麼多東西回來 放在那裡 都可能是造成一個影響 即是叫做自己想想 是否真的需要 如果你真的想買 就不阻止你 尊重你 但你也想想想其他人 剛才說到這些模型 男人喜歡玩的東西 她就不敢告訴老婆 或者女朋友 那個價錢 十大方言還有其他的 作為女性 你們看看 有沒有誰你會特別覺得 是值得討論一下 還有你覺得是 是呀 我也覺得是呀 我就想說那個模型 還有一點點話未說 就是因為你知道 你的伴侶 如此喜歡模型 我都試過 她曾經都說 想買新出的那個 不知道什麼模型 不過這麼貴也算 又不知道 找不到 她是說找不到 很想買 但找不到 近來她生日 還是不知紀念 你買了給她 我曾經嘗試 知道公司 通哥玩開這個模型 她也玩開模型 通哥玩開模型 通哥玩開模型 她不是玩大好mary 嗎 另一樣東西 兩樣都有玩 你看到通哥桌上 也有很多模型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問通哥 我想找這個模型 會不會幫我 有些雙熟的店 可以買到 通哥看完之後 因為那模型很偏 Jet就幫我上網搜尋 一搜尋 香港完全找不到 是去外國的ebay 才有 然後一看 我馬上桌下來 不知道是幾千元 一小隻的模型 是的 她看到她很想要 又想送給她 但真的好像買不下手 沒錯 買回來 我自己的角度 就覺得好像不太值 幾千元 不如大家吃掉 也是一個處於很糾結 究竟買還是不買 還有那些外國網站 其實你不知道 是否騙人 其實我告訴你 挺喜歡的東西 除非那件事 跟你的工作有關 或者跟你的生死存亡有關 挺喜歡的東西 你只要暫時放下 一個月後你就不記得 其實它沒有改變你的生活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模型拿回來之後 你開心的一會兒 有沒有改變你的生活 沒有 其實你有了它和沒有它 其實是沒有分別 你只要這樣想 你就不會經常想賣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 不過我也曾經聽過 有人說一句話 如果你逛街見到一件 你很喜歡 就是很想要錢買的一件事 這個時候你先停一停 你只要停一停 可能幾天之後 你再想起那件事 如果你還是很想買 那你就買 因為是代表你真的很喜歡 很需要這件事 但如果幾天之後 你再想起 我那天逛街見到那件衣服 都不記得那件衣服 算了算了 那你就代表你根本不是 那一刻的激動 你想去買 其實我逛街買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遵守 遵守這件事 會記起這件事 很多次都很成功地 阻止我自己的購買意欲 或者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除非這樣 我自己的做法 除非那件事 是百多二百元 你覺得 就算我這次任性了 是不需要的 那我會給自己的任性下 就是百多二百元的東西 超過五百元 我都會再回想 你們會不會 Janet有沒有類似的經歷 我其實會有 但其實我通常是 跟朋友說 我想買東西買衣服 因為我想換衣服 但最後還是她買多 我買 我看一看又好像不太對 價錢又不是很合理 你不是那些 指定一定要換季的人 有些人是 夏天要換季 夏天 你不是拿回夏天的衣服 來穿嗎 我這樣 夏天你把舊衣服穿 但有些人不是這樣 當然買新的 什麼歐紅 T恤有什麼 歐不歐 只是一件衣服 但我不知道 你們換季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件事 就是每一次 譬如現在叫做夏天 夏天的時候要換季的時候 你就會想回 夏天我究竟穿什麼衣服 想不到自己有什麼衣服可以穿 就會覺得自己沒有夏天的衣服 就去買 好像你上一年的夏天 完全沒有穿過衣服 是的 所以我會找一些東西出來 我曾經有個朋友 有這樣的經歷 就是大家一起去 逛街買衣服的時候 突然那個朋友 就會變成一個銷售 你會看到這件衣服 就問他意見 究竟買不買 我這樣穿 然後那個朋友 當然漂亮 買吧 然後我就會看到 很發培這些行街 這麼貴 他不斷在說 你看看這件衣服 是金貴新興的 你看看那件衣服 多漂亮 你這次不買 下次不能買 就不斷慫恿你去做購買行為 不知道你有沒有類似的經歷 那倒是 要是說 哎呀你繞個圈 如果尺寸被人拿光 你就不能被人買了 可能我們女生 會有更多這樣的通關 因為我逛街 我是自己走的 買東西我自己買 我不喜歡聽別人的意見 相同地 如果我要買 別人阻止我不到 可能是一個男女 但是不同 我們女生如果逛街 是喜歡有一個同伴一起去買 大家互相討論 再去買 可能男生就有少少不同 我不會被人阻止 如果我們男朋友 那個figure 如果我覺得我會買 我就會買 但我如果自己覺得太奢侈 我根本不會問你的意見 我自己已經斬了買的行動 我會篩選 十大方言 包括精神出軌 對其他女性精神出軌 如果跟她拍拖就好 這個你不會知道 因為她精神上 你接受嗎 給不給她精神出軌 用不用她 阿正呢 我覺得如果她 她對那個人沒有性幻想 我覺得都 精神出軌 當然有性幻想 有性幻想 怎麼會知道精神出軌 而且她沒有說沒有 但你怎知道她是否真的沒有 那我不可以 第九位就是 方暴買車或收車價錢 對不起 我想說回精神出軌 Janet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你跟你以前的男朋友 跟她逛街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她逛逛街 旁邊有個女性飄過的時候 飄過鬼 旁邊有個迎面而來 有個女性 可能是樣貌捐好一點 或者是衣著性感一點 你就會發現你旁邊的男朋友 眼神會從你的身上飄到後面 你有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我遇過是我飄 多於她飄 你有沒有懷疑你喜歡女人 我真的有一刻覺得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沒有拍拖 然後我想 其實我是不是喜歡女生 因為我也有一兩個女生 朋友經常見 你對她有沒有性幻想 那倒沒有 我不知道 我沒有認識過 我認識過 我認識過 是 那Michael你有沒有試過 你和女朋友拍拖的時候 你會被女朋友罵 你為何在看女生 有沒有類似的經歷 有的 但是看著看著 我覺得不至於死罪 那一次你怎樣解決 可能女朋友不斷發脾氣 你看看女生 我沒有認識過 最多說一句 看什麼看 這樣而已 不會不停發脾氣 因為我們看得很仔細 很優勢 我們看一看 就是那些快看一看 如果你簡直是 跟著別人去 那你抵鬧 對不對 我試過和我男朋友 逛街的時候 都會 無論是男女 有一次是男生 就是我們逛街買衣服的 那間的銷售 很帥仔 這個銷售 你看看 那個銷售超帥仔 你看看 然後我男朋友再看一看 大家都沒有喝醋 就會覺得 對呀 帥仔 然後就研究他那些 著妝 是什麼系列 阿靖你都說他會叫他男朋友 看女生 我便覺得 你叫他看那些 當然沒問題 他自己看那些 就不行 我猜而已 另外就是買車收車價錢 我記得我有個朋友說 女生對於車 可能不太敏感 怎樣弄漂亮的車 又不太敏感 因為始終對於你來說 這個車是代步的 你就不會扔很多錢 但是男人是會的 我一個朋友 有一次用幾萬元 換了一個link 首先你知不知道 什麼叫link 車link 車輪 那個架 那個支架 車link 是的 他用幾萬元 因為link是可以很貴的 幾萬元換完之後 開回去 老婆老婆快點看看 車 什麼 看了很久 有什麼不同 他完全不知道 換了一套link 他本來就說 你看多漂亮 那套link 這樣 但是他 看不出來 女人就是這樣 我就類似少少的經歷 不是換車link 是玩這個遊戲 要課金 就是以前的男朋友 可能也是他 叫他有少少豬 用了我的帳戶 去給錢買這個 什麼買武器 買武器 不知道那些過數 課金 他們叫做 我對於錢的概念 是很蒙的 我通常都不會檢查 但是忽然之間 有一天我就屁股痕 那是第二次很累積豪結 我剛才說自動打飛機 但你們都經常說這些話題 自己打飛機 我想很形象化 去說這件事 給大家感受到 我有時也會屁股痕 十年不檢查 對 忽然之間 我便發現自動拿おいérique varnell 知不知道是什麼武器過度 不知道是什麼遊戲 或者再看 然後เพ讀有多少筆 菠勢 現在已經是很多筆 我便想到 我又不玩 我不用課金去玩遊戲 是不是你 給他看 喂 你會購買這麼多武器 你不說 他才會自行 是我自己買的武器 貴不貴? 一段時間合起來 每次少少少少 積少為多 不過是以前的事 所以男朋友就會不敢說 無論買車 車多少錢?很便宜 那多便宜?總之很便宜 兩萬又變五千那些 怕自己老婆說他就不穿過 因為我比較喜歡車這件事 但我通常都是買 你認識我這麽久 我都是買舊車的 叫二手車 對某些人來說 二手車坐好 別人開過的車 但我不是這樣想 好狀態的二手車 其實是抵過第一手 因為第一手一買 你會蝕很多 而且會貴很多 好 接著就是偷買模型公仔 另外說到其他 減肥但偷吃我又不減肥 所以我又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這件事我都未經歷過 不知道Janette你會否有試過 會否是你男朋友 明明你要他減肥 但他還在吃吃吃吃吃吃 沒有 因為我們都是一起認識 一起變成幸福肥 這件事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因為你覺得自己 我需要減肥就繼續吃吃吃吃 這樣便最好 我有試過類似 最近Michael你推介了 一個追腰骨的機器 我沒有推介 不過我只是想試 你只是想試 我看到你買 是一個彎型的 你一躺下去 就把腰骨推回 我自己也買了一個 你是因為我說還是你之前買的 因為我自己也有少少腰骨痛等 學你買了一個同類的儀器回家 我還可以發熱 護住你的腰 我就自己試試 也覺得挺好 不知道是不是有成效 但也叫做試試 我就推介給我男朋友 不如你也試試吧 你經常說自己收身腰骨痛 然後我就跟他講 如果你要嚴格遵守他的姿勢 不然你用來做什麼 我就跟他放在尾龍骨 但每一次他推我走開之後 就會把儀器移走去尾龍骨 變成姿勢就會很舒服 有點像自己欺騙自己 說減肥就吃東西 是的 但人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是自嗨嗨人 好像快必說的 自嗨嗨人 不過我自己純粹是一種想試試 不是推介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不是很好 因為有些人說不是很好 是 他說會弄傷 我不知道其實是怎樣 是一個彎形的 鐵的 你捱著在背部 就把你的脊椎推上去上面 因為你經常這樣彎著便會曲 它會跟你爬正 原理就是這樣 好 另外很快地說 另外有些人就會騙說 女朋友沒有看AV其實是有看的 你有沒有試過?Janet有沒有試過? 你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男朋友偷看AV? 看AV不告訴你 沒有 因為會說 你不要妨礙我 說你的臉會紅 這麼有趣 是嗎? 是呀 現在很紅的 我一向都紅 情緒好像激動 很害羞 很害羞 沒有 他沒有 他會說你不要妨礙我 要看 在你面前看 當然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比較長 那我就跟你說 我先不跟你聊天 不跟你聊電話 我要看 對 為什麼不可以跟你聊完才看 就算看 其實都很晚 那時候都聊到很晚 他定時定後要看 那我也不知道 跟吃飯一樣 我想知道 你男朋友跟你說 你當下有什麼感受 有沒有生氣? 還有有沒有說 搞錯 你為什麼看這些東西 有一點 那是正常的 你覺得看是正常的? 我覺得也正常 又需要這樣的人 真的嗎? 有沒有男人不看? 我自己是男人 我也不知道 問一下外面 Jer看不看? Jer有沒有看? Francis Francis一定沒有看 一定有 Francis 他有 他上次 你不能代他回答 你又不是他家人 Francis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有沒有看鹹 不要鹹 AV總之大家明白什麼 有的 有的 很坦白的 你真的 逢星期一、三、五 還要點時間表 一、三、五看日本 二、四、六看歐洲 星期日看香港製造 週末 為何你要分 星期幾、星期幾 沒有 因為平時累 不會看 看完就更累 會不會? 但起碼第二天不用上班 即你選了第二天不用上班 即你選了第二天不用上班 那天晚上就煲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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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第二天上班 即是純粹撒背 撒背 撒背 看完之後 神父 我讀給你聽 師奶淫得狠 還有是春上春 我昨晚看這幾套 快必所講 自嗨嗨人 第二天有confess Jack,你說人家 你自己呢?你有看嗎? 有的 你有編一、三、五看日本 二、四、六看歐洲嗎? 都是偏好日本多些 是 很多男人都是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日本那些好像 近一點點 是嗎? 又未必是 可以有幻想 有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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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歐洲那些 就實幹派 好像打擂台 一埋身就肉搏 日本那些 有不同類型的劇情 會令你的幻想空間 大了一點 我個人覺得 我不代表其他男人發言 另外 謊言還有包括前度 有時跟前度去吃飯 喝東西 聊電話 Facebook聊天 終於出去 這個是死罪 我自己覺得 在你眼中是死罪 如果你的男朋友 跟前度有任何溝通 就趴街了 我不知道阿醬會不會有同樣的感覺 可能我們作為女生 有不同的感受 是的 因為其實分開了 為什麼還要聯絡 分開了之後 我們還是朋友 朋友聊聊天 沒問題 我會擔心 你們是不是會有一點點 愛火重現 那一刻的感覺 是嗎? 如果有重現的機會 就不會到你了 對不對? 那我們都已經不再見面了 但是 每個人都會這樣說 誰知道你會不會 有一刻 有一刻 你突然之間 一撻一撻 其實是有可能的 其實是有可能的 會不會有些故事可以分享 我的故事不要分享 你可以說你朋友 不要 不要 不要緊 阿醬你有沒有故事分享 我沒有 這個 我分享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那時候 跟前度 有一次去西貢 吃糖水 因為吃糖水三個字 有一點負面的思想 所以我本來不想吃糖水 但那次真的去吃糖水 你明白嗎 吃糖水 吃糖水 就是 吃糖水 曾經一度被人 把這三個字形容為 去九龍堂 是嗎? 是呀 吃糖水 就等於去九龍堂 所以我本來不是有三個字 但算了 我想你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 照用吃糖水 然後那時候有九龍堂 記者拍了 即場打給我太太 LL 立刻打給我太太 是呀 那你太太有沒有解釋 還是真的吃糖水 真的吃糖水 真的吃糖水 是呀 所以後來都 其實這些事情是很敏感的 很敏感的 那次之後就完全 見面都不見了 完全任何友誼的聚會 都沒有 明人就有少少這樣的狀況 走出街 可能有人認得你 就會馬上打給你太太 其實不僅是明人 一些朋友 普通人都會有類似的狀況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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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婆不知道 是呀 近來我有個朋友 類似的九杰 就是九杰在 他就撞到 大家是普通朋友 撞到那個男生 就是大家是朋友 跟他女朋友 都是朋友 就撞到那個男生 在街上看到他 為什麼旁邊拖著那個 不是我們平時的朋友 真的拖著 真的拖著 那這些事情有事 我們大家朋友之間 就在討論 究竟跟不跟他女朋友說 這件事真的很糾結 因為跟他也是朋友 跟他女朋友也是朋友 但沒理由不跟他女朋友說 遇到這樣的事情 到最後就是 都有說的 班飛沒有說的 但是那個男生就主動自首 哦 是呀 這樣就 後來他們跟那個前女友 還有沒有拍拖 他就報稱是斬纜的 哦 OK 在街上看到那個女生是斬纜的 我們大家都有少少不屑他這個行為 真的誠心處理 但其實說不說 說是好些還是不說好些呢 很難說 因為如果你說完之後 他們便宜了 世界大戰 分手 他便會怨你 最少你告訴我 我不知道 如果你遲些康復 他便會說 幸好我們現在康復了 參與一些 其實幫又死 不幫又死 對不對 好了 最後一個就是偷舍 這就是男人他說 謊言最大的一個 就是他偷舍之後 剛才我所說的經歷 就是了 今天的故事 Cohu帶來的 還有這個故事 也有少少 好像阿通說 帶靈異的東西 少少 參考了鬼王通 留意 改篇的故事 OK